游戏团来袭除夕到初一最冷 流感和新冠疫情依然在高峰 美国对台时就被军售延宕 恐怕延后到2027年交付 瓜地马拉新总统表态 海瓜邦交和最终贸易可以并行 联系在日本下场踢球 香港的主办方宣布退票半仗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2月9号的公式万间新闻 我是曹彦俊 今天首先我们来关心的话题是 气象署发布了低温特报 在除夕到大年初一 是这一波冷气团气温最低的时间 北部还有东北部会有局部 持续10度左右或是10度以下低温 而马祖低温更是下探6度左右 甚至会更低 所以要提醒民众在围炉或拜年 要注意天气 而公路局是研判 入夜之后台14甲线和欢山路段 路面有可能会结冰 所以从除夕的傍晚5点开始 只出不进预警性封闭 除夕各地零星降雨 湿冷感受明显 苗栗三万上午低温8.9度 桃園市查改场也仅有9.1度 新竹新风9.3度 气象署发布低温特报 西半部地区苗栗以北 以及金门这两天会有持续10度左右低温 马祖低温下探6度 寒冷感受明显 注意起水气会减少 各地白天回温 日夜温差大 初一到初三全台仍受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 北部东北部感受寒冷 其他地区早晚寒冷 初三白天起 强烈大陆冷气团减弱 气温开始回升 要到初六才会再有冷空气报道 国道路况部分 高工局预估大年初一 重点拥塞路段为国一南向 杨梅到新竹 彰化到浦岩系统路段 而国三南向土城到关西 快关到雾峰也会车多 国五南向南港系统到头城 清城开始车多 估计将持续到傍晚 国五南向的拥轮 则建议在早上五点前 或是下午五点后出发 替代道路的部分 国一国三的拥轮 请多利用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 高工局预估 接下来南向交通最拥塞时间点 为大年初二 约为平日的1.5倍 北返车流则会在初三开始 持续到初四 届时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请右路人留意 记者综合报道 春节假期机关署提醒国人 目前流感还有新冠疫情 都还在流行高峰 又因为冬季刚好是呼吸到 传染病的耗发季节 所以建议民众 要前往人多的场合 可以佩戴口罩 注意手部的清洁 而春节期间 全台各县市也会开设 呼吸道传染病 特别门诊 强烈到冷气团报道 加上校园放寒假以来 人流难来北往 门急诊第一线职业医师 就观察到 近期类流感病例 仍持续攀升 感冒或是流感或新冠 这些重症的这些的疾病 这个这个还是最多的 那再来呢 第二多的 大概还是肠胃炎 拉肚子 机关署监测资料显示 一月以来多种呼吸道病原体 同时于社区中活动 依据往年经验 急诊类流感就诊人次 会在农历春节期间达到高峰 为兼顾民众就医需求 各县市开设呼吸道传染病特别门诊 医院共一百五十六家 也有儿科特别门诊 机关署也提醒脆弱族群 像是六十五岁以上长者 以及慢性病史等高危险族群 天气冷要特别留意健康状况 适逢年接期间 原本服用的药物也要规律使用 不要擅自停药 而出游聚会都要落实手部卫生 出入人多密闭场所 建议佩戴口罩 而内流感患者 一旦出现呼吸困难 急促 意识改变或低血压症状 要尽速就医 记者刷装成台报道 美国参议院在七号表决了 以上涵盖了美墓边境的移民控制 还有军援以色列 乌克兰和台湾的预算案 不过闯关失败 参议院八号将该预算案分柴 通过程序动议 先推进军援以乌台的追加预算案 民主党领售书莫就强调 这是好的第一步 对台湾等至关重要 不过众议院 华豪虎手组在七号报告 美国对台有十九笔的军售延宕 一共是两百二十亿美元 日估会推迟到二零二七年 或是更晚才可以招负 美国参议院七号表决涵盖军援 乌克兰 以色列和台湾的追加预算案 因为共和党不赞同其中的美目边境 安全措施 闯关失败 不过参议院民主党领袖 苏莫提议将预算案分拆 八号或共和党支持 通过程序动议将可推进 军援以乌台的预算案 这项共计953亿美元的军援案 参议院预计接下来几天 会讨论出最终版的内容 此外参议员朗姿则认为 中国正在观察美国和盟友 是否在乌克兰等问题上立场一致 甚至做出公台的成本评估 共军年节持续老台 国安部公布公布增货 共击7架次 共建5架次 还有两枚空飘气球 逾越海峡中线 美国众议院 外国军事销售老虎小组 7号也公布报告 检讨美国军售交付延迟 光台湾就高达19项 包括两栖突击车 火山机动布雷系统等 部分要等到2027年 才能交付 我国安部则强调 会用多重军事援助手段 弥补军售制度不足 借财经郭俊宁综合报道 台湾友邦瓜地马拉 有意和中国扩大贸易关系 让台瓜邦招拉警报 包括外交部在7号是重申 继续承认台湾是独立国家 新任总统阿雷瓦洛 在8号接受路透社专访的时候 他也是就任之后 首度回应台瓜关系 这重申说无意破坏台瓜邦招 更强调台瓜邦招和对中贸易 这可以两者并行 我也有帮瓜地马拉总统 阿雷瓦洛上台后 瓜国释出与中国扩大 经贸关系的讯息 7号瓜国外交部 先是重申 继续承认台湾是独立国家 阿雷瓦洛8号接受路透社专访 上任后首度回应台湾问题 重申台瓜邦交 以及对中国贸易 并行的说法 对于瓜国 中国先前集成表示 一中原则是中国和所有国家合作的根本前提 希望瓜国尽早做出正确决断 我外交部则对阿雷网络的说法 表示欢迎 期待两国持续深化合作与交流 不过俄国总统普廷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8号通话时普廷表示恪守一中原则 反对台湾挑衅中国的说法 外交部严正驳斥 外交部谴责中俄一再贬损台湾主权 重申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中共政权从未统治台湾 记者陈嘉欣 郭俊宁综合报道 日本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 在7号到8号期间访台 不过中国是表态反对日本和台湾 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小池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呢 是强调说是城市外交 认为中国的说法并不恰当 日本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 7号到访台湾 和总统蔡英文 副总统赖清德等官员会面 引发中国反弹 判断日本和台湾 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小池百合子 8号返回东京 设访时表示 中国的说法并不恰当 因为东京和台北 同样面临到少子女化等课题 希望可以共享相关的政策等资讯 也会尽力做好城市外交 而至于小池闪电访台 两天之内和台北市长蒋万安 两度会面 但风传媒报道 有外交权人士认为 外交部安排冲促游宜 压缩拜会台北市府的时间 人口对策 新创产业的发展 我们都有非常多的意见交流 昨天的查会 我们更深入的就各项议题 能够很 就细节的部分 来讨论 无话不谈 而且整个气氛 非常的融洽于快 蒋万安强调 何小池相谈甚欢 台北东京交流密切 对于媒体报道 外交部则驳吃不食 因为恶意匿名放话 内容错误的行为 毫无外交专业可言 记者曹燕俊 歇齐文 综合报道 美国密阿密国际队 7号在日本东京 所举行的友谊赛当中 球王梅西下场 踢扯30分钟 这也让先前 在香港发生的 坐板动风波 是持续升温 让港府议员 还有中国官媒 都点名抨击梅西 主办内外在强大的压力之下 是在9号宣布 会退还一半的门票钱 美阿密国际队 7号晚间 在东京国立竞技场 与日本神户胜利 船队的友谊赛 全场6万8千个座位 只坐了2万8千6百亿四人 和三天前 在香港大球场 举行的比赛 4万个位置 坐无虚习相比 人气显然冷清许多 但在香港球场的场边 整整坐了90分钟的 阿根廷球王梅西 却在东京球迷的面前 下场踢了30分钟 不仅如此 还有射门 让步出球场的球迷 津津乐道 梅西在日本与在香港 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 激怒了香港球迷 港府从特首李家超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 杨润雄 到立法局议员叶刘淑仪 全都为此表达失望与不满 叶刘淑仪甚至称港人对梅西 与迈阿密国际刻意的冷落 感到痛恨 梅西应该永远不能再造访香港 主办单位Tatel Asia 这次透过声明表示 合约有明载 除非受伤 否则梅西必须下场踢球 杨润雄并指出 中场前十分钟 确定梅西不会下场后 曾要求主办方想想变通的办法 像是让梅西在球场与球迷互动 或是接受奖杯之类的 都遭到拒绝 而Tatel Asia 除了将撤回向港府提出的 一千六百万港币补足金申请之外 九号宣布将退还观众 一半的门票钱 恭喜新闻王汇文编译 美国司法部特别检察官 在八号公布了总统拜登 蓄意保留总统任期内的 机密文件调查报告 结果是意外扯出了 拜登记性不佳的插取 消息曝光之后 拜登是罕见的连夜召开记者会澄清 但是他又偏偏口误 让这个记性的问题是越描越黑 司法部特别警察官 赫尔八号公布了 针对总统拜登 蓄意保留在欧巴马政府 担任副总统期间的 军事与外交机密文件 所进行的调查报告 结论是不该因为保留机密文件 而面临刑事起诉 但却在自理行间 把拜登描述为是个善意的 记性不佳的老年人 政治大选年又政治选民 对拜登的年纪体力 高度怀疑的情况下 记性不佳几个字 随即在华府扎了开来 拜登全程神情不悦地 回答记者的提问 对调查报告中提及 自己不记得过去担任副总统的日期 以及儿子波伊 2015年利害去世的日子 拜登愤怒地表示 赫尔凭什么敢停这事 还说这完全跟赫尔无关 并指出当天他忙着处理 哈马斯攻击以色列的国际重大危机 但为了满足美国人民支的权力 还是抽出了五个小时 与检方进行面对面的访谈 而他在讲述 以哈加萨危机过程时 却把埃及总统赛西 说成是墨西哥总统 我认为 analysts 你以前 Wave 警察基督力 警察基督,大学 而言到 总统赛西 jis 总统赛西 这写好 我认为 我认为 夫 为了澄清记忆力的问题 拜登罕见的连夜召开记者会 但他频频又口误 让记性问题越描越黑 公司新闻王汇文编译 今天凌晨台南新化区的中正路口 发生了自撞车祸 乔客车撞毁路旁的便电箱 造成附近大停电 台南人员是赶快抢修 就怕除夕会影响到民众准备团圆犯 台电变电箱被撞到歪斜 大批台电人员出动抢修 台南新化区中正路这一处台电变电箱 9号凌晨被一辆红色轿车冲撞 变压器损坏 造成附近大停电 经济调来两个新电箱更换 二十四十四分许与中正路 发生一起民众驾车 自撞车事故 经调查该原五九驾情形 九驾驶为零 取暗一A三状事故处理 警方也出动站在路口 指挥交通协助行人过马路 因为大停电也影响交通耗制 无法运作 台电出谷影响六十七户 尤其正逢除夕围炉前夕 不少民众忙着准备年夜饭 只能暂停等电力恢复 民众家中漆黑一片又担心停电过久 冰箱内年夜饭食材坏掉 还有民众家中电动铁门无法打开 靠着手动开门纷纷跑出来 关心抢修情况 原本台电预估下午一点钱赴电 经济抢修后提前两小时完成 让民众除夕夜 不用担心无电可用 记者李学雅木招全台能报道 物价上涨又因为年节到了 带动年菜价格上扬 台中市第五市场有摊商是连续十二年 推出百元年菜 一套有十道菜 价格今年是上涨到了一千四百元 但还是有不少民众觉得 这已经比其他的业者便宜 还有许多民众认为 过年前这个物价上涨就很有感 平均大约贵了两成左右 各种菜色排得满满 年节必备的菜肴一应俱全 晚上就要吃年夜饭了 这间摊位前排得满满的人龙 就是看准这些年菜而来 而价格也很实惠 台中市的第五市场 在年前最后一个营业日 依旧是人潮满满 而这间摊商主打百元年菜 在物价飞涨的这个时候 吸引了不少民众采买 业者表示 顾价让营业成本增加不少 也让价格不得不微调 一套十道菜 价格涨到一千四百元 而民众也是把握最后时间 赶紧出门采买 不管是熟食碳还是其他的食材摊位 都是挤满的人 但也坦然年前加上原物料涨价 价格上涨很有感 民众说物价大约上涨两成左右 而社服表示春节前蔬菜的供应量充足 价格相对平稳 而水果和肉品则是有微幅的调涨 也会持续针对市价查查物价 希望尽量维持价格的合理性 那民众春节夜饭的这个除夕日呢 有一群年轻人 他们是连续第三年提供免费的汤饭 给街友和独居长者 这群年轻人 他们今天在屏东公园 发放五百份的免费汤饭 还有饮料 希望让更多人能够暖心暖胃 一句新年快乐 接着送上一份汤饭 还有一杯饮料 出席这一天 南台湾气温也略微下降 但屏东公园洋溢着暖暖爱心 从四午两点开始 现场发送免费五百份汤饭 分享给吴法汉亲朋好友 吃团圆饭的街友或独居长者 也能吃上一顿暖心暖胃的晚餐 非常的好 不错 谢谢 善行发起人 是屏东在地的年轻餐厅老板 希望能尽一份心力回馈社会 和太太朋友讨论后 也获得热烈响应 爱心汤饭发放已进入第三年 今年不限定任何身份 那我们就说既然我们都要做吃的了 那不如就是出自爱心就给他们这样子叫 热汤里有高丽菜香菇和肉丝鱼丸等等 还有一碗白饭免费爱心汤饭用料也不马虎 凝结众人力量和善心 这群年轻人要让更多人都能感受到温暖与幸福 以往的春节假期 苗栗泰安温泉区都是一房难求的 不过今年有不少民众选择出国 所以住房率是掉了三分之一 至于台中的武林农场 今年樱花祭是在八号到二十九号 像今天大概是有一千五百人入园 日估初二之后会涌现更多人潮 房屋人员忙着整理房间 但在屋外汤屋和泡汤区 游客并没有往年来得多 年假期间天气冷嗖嗖 尤其除夕这一天的气温更低 让提早来体验的游客直呼赚到了 苗栗泰安温泉区 以往在春节年假时总是一房难求 如果遇到气温降低 住房率更是天天超过九成 也因为看好国旅 不少议者规划了新的泡汤体验区 原本看好今年冷气团来袭 带来的商机 但在除夕这一天 住房率却比往年少了三分之一 而在台中的武林农场 满山的花海连成粉红隧道 民众拿起手机怎么拍都好看 不少民众提早上山 在这里过除夕 昨天晚上我们已经在露营区露营了 而且下了一整个晚上的雨 没想到今天天气放晴 而且阳光是有是没有 武林农场的樱花季 是从八号到二十九号 而目前红粉家人和昭和樱 也已经开了五成左右 除夕这一天厂方估计 路员人数就有一千五百人 而民众有募集 猴群发散樱花树 甚至开始吃樱花 厂方表示这是自然的一部分 厂方表示只要猴群没有攻击人 就不会进行驱离 但也提醒民众看到猴 还是要保持驱离 才能够避免人猴的冲突 花莲溪口是国家极重要失地 每年十月到隔年三月 会有很多的候鸟来过冬 不过近年来因为有一些开发案 进驻南边的林顶沙丘 但保育人士很担心说生态 漆地可能会受到冲击 去年花莲溪口你们猜我们这边这一趟可以调查到几种鸟 可以看到几种鸟猜一下 花莲溪口是重要野鸟棲地 每年十月以后 咽鸭科玉恒科的候鸟们在花莲溪口报道 野鸟学会也按照网例举办鼠鸟活动 探访这些远道而来的朋友 那如果以现在这个冬天来看的话 我们其实比较容易看到 像是东方环景河 他有时候数量可以到三五百只 花莲溪口南岸的林顶沙丘 茂密的保安林则是灰头焦鹰 汕尾鹰 台湾特有种化媒的领地 不过由于沙丘部分属于私人土地 近年来民宿餐厅沙滩业者陆续进驻 因为这里也是私人的地 有听说要开发 但是一直都不确定是什么样的案子 然后结果来下面看到的时候 已经是围起工地围林 已经整地好了 然后挡土墙也做了的状况 旅馆业者打算在海岸兴建民宿 但保渔团体担心 原本的保安林和植被改变之后 对当地的生态可能造成影响 它还没施工前就是一种赤森林 跟一些那种长草冠种 就是像刚才讲到台湾化媒 跟一些文鸟 善文鸟 他们很喜欢触目的环境 那一旦这样的地方被改变 被破坏它回不去之后 那无形中也会减少这个台湾化媒 他们可以利用的棋地环境 林顶沙丘位在花东沿海自然保护区 且紧邻花莲西口国家重要湿地 但并不在海岸管理法画设的 海岸保护区范围内 保育人士希望未来林顶沙丘 可以列入海岸保护区的范围 让这块在山海河交界的珍贵棋地 能依法得到该有的保护 记者张戴萍 賴冠成花莲报导 中澳女性的生理期 在台湾社会还是相对比较隐晦一点的议题 而长期推动月经议题的被盈利组织 扫红帽 希望可以消除月经污名化 打破像是月经来就不可以到庙里拜拜 等传统禁忌 同时也进行了扫红盒包装行动 目前累积提供了全台八千四百多位 经历了月经贫穷的青少女们 来实践月经平权 将适合不同流量使用的生理用品分类 在对照者名单仔细装袋装箱 放一望去超过一百代的小红盒 要寄到全台超过七十个机构 他们是已经成立四年多台湾第一个 推动月经议题的非盈利组织小红帽 每两个月会进行一次包装小红盒行动 目前以累积提供给八千四百多位 因为经济困难无法负担 或取得足够生理用品的十八岁以下 青少女 由于每一回的货量相当可观 小红帽也会招募志工一起协助 我是学芭蕾的 所以大部分都是女性比较多 所以多了解 多关心一下女性 听到很多关于月经的议题 但是还想要更深入了解 个人是没有碰过 卫生棉不够用的状况 但是后来发现 有这样一群人是 没办法享受我力所当然的幸福 接触那些可能有点彷徨茫然 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惊奇痛苦的人 身体力行的过程中 志工们更进一步了解月经贫穷 进而能同理 并从自己开始扩散影响身边的人 同时小红帽也主动的开启更多 跟社会对话的机会 走进成台十二节庙宇 小红帽和庙方面对面对谈 了解并破除传统信仰中关于 惊奇的迷思与禁忌 再将访谈内容集结成册 出版独一无二的月经志 大家对月经这件事情已经没有这么多的避讳了 那很多时候其实是信众我们自己限制了自己 就觉得说我月经来好像不能去 可是庙方其实没有这个规定 透过这样的梳理或是这样子观念的传达 让大家知道说 其实月经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小红帽透过多元管道与媒介 希望消除月经污名化的现象 让女性生理期不再是大众避而不谈的话题 而是能公开讨论的重要议题 另外小红帽也在校园中推广月经教育教材 并协助教育部推动友善提供多元生理用品政策 高中以下的校园从二零二三年八月起 开始定点提供免费的生理用品 真的仅需要生理用品的时候 可以不用这么担心 从小我们就建立一个对于月经的正向概念 这些污名或者是歧视 也就相应的不会产生 免费的生理用品跟物资 只是非常非常小的一步 后面还有好多的事情要做 谈到往后的计划 小红帽创办人林薇直说 还有很多事想要做 不过他也表示 终极目标是希望有天 世界不再需要索红帽 代表社会不再将月经视为房间里的大象 始终存在却一直被忽视 而是在各面向上都能实践月经品权 现在变成沉上为台湾报道 接下来提供您各地的气象资讯 北部是10度到17度 中部是10度到20度 南部是11度到24度 东部是11度到19度 外岛是8度到17度 来关心明天的空气品质指标 北部和主标普通等级 中南部地区都是敏感等级 宜兰花东 宜兰澎湖是普通等级 花东良好 马祖不良 金门是敏感等级 感谢您收看 除夕节祝您新年快乐了 明年见 明年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